Fedding Reception 其實我們現在是要瘋了 超級引迫 Yay 我讓你一杯我也會贏 Hello 大家 今天已經是距離上次去完《納筆笑新1》之後 差不多已經一個月了 這個月中 我完全沒有打開過相機 說起來都很慚愧 因為這個月發生了許多事 又中了一次COVID 而且是我第三次中COVID 我發現我每次中COVID 都是每年的年尾 10月11月12月我都中過 現在中的好事 因為我過多兩個星期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過多兩個星期 就會回香港 做一件我們人生中都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們回香港做我們的 Wedding Reception Wedding Reception? 其實距離我們簽紙 都已經一年多了 原來我們結婚已經一年多了 對呀 但是Wedding Reception這件事呢 我們兩個的性格都是拖得就拖的 所以就... 不是啦 我們是選了一個好人 對... 一年多之後呢 我們就決定回香港 見一下朋友仔 Gathering 其實我們也不完全是宴客 因為我們經常都不在香港 趁這個機會 見大家 踢踢不下 與其說是宴客 不如說是一個大型的Gathering 雖然說起來都比較Casal 但是我們也有些東西要準備 因為我們今天就會出去自妝 其實是欠了一條胎 好硬啊 本身說了三點半 出門口現在已經四點半了 吊寫剛才搭乘地鐵 然後Trek問我 呃... 其實我們現在是去電的 過去的這個月呢 我也是周圍這樣去看泰 有牌子的看過 沒有牌子的看過 中間那個一個月呢 Trek還回了一轉香港 又在香港看了一轉 他也是選不正的 沉沉默默的過程入電呢 我才發現很多大品牌呢 除了ERMES ERMES很多的時間 其他品牌都不是出了很多泰款 通常都是黑白灰衫的顏色 或者比較基本的泰 我們想要那些顏色就沒有了 我們最後決定都是去 他之前去買西裝的店舖看 那些款應該叫做最價 那次就選了幾隻 因為我們推薦這些深紅色 然後有一點點圖 這個是最多的 在買西裝的店舖 我選泰的好處就是 但是不需要再拿多次這套西裝出來自我製作 就已經有我們買的西裝可以平了 我之前就是看了這條 暗紅色 他一看到西裝就想起黑白太厚 其實挺搭的 還有一堆是灰色 你想要是啡色還是暗紅色 灰色就... 我覺得好像紅色比灰色好看 這條的質地和顏色都有點像 以前中學冬季校服的質地 買好了 很開心 我們很快就做了這個決定 不用再到處哭 選對了老婆 我們現在來了買茶喝 這間茶我也蠻喜歡喝的 我覺得它的茶味是我很喜歡的類型 還有多一點選擇 竟然有個香港朋友指明 要買這間店舖的茶包回去做酒菜 我記得香港也有得買這間茶 HKT圈網隊友 價錢可能也差不多 這裡有新加坡名稱的味道 新加坡名稱 原來是Ruffles Hotel推出的 都蠻建議大家如果在Occard走到困 沒有地方去 想找地方坐下喝杯東西 又不想喝咖啡的話 這裡也會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有飲酒 Pastry可以喊 因為缺點是比較少的位置 只有四張桌子 還有一些BAR位置 是比較難找的位置 你試一下你喜不喜歡 這樣還是這樣 有點膽 25%糖 OK啊 也容易喝口 也不會太甜 平時喝這些 喝幾口就感覺到甜 是很死很死的 你就不會想再喝 我喜歡吃韓國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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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我們就現在吃韓國炸雞 剛才我們在Occard 想有什麼吃的時候 我本來想吃吃ChabuChabu 但是這裡很多ChabuChabu 都是那些任食自助式的ChabuChabu 通常我們吃自助餐 都是很吃虧的那些人 因為我們很熱就飽 走走走就看到有一間新開的韓式炸雞 就上來試一下 感覺好像很正宗 因為我們現在周圍附近的人都在說韓國 我跟Track一直懷疑 我們兩個都在一起都是韓國人 因為我們很喜歡吃韓國的食物 我們上次去釜山 簡直好像回鄉下去了天堂 雖然我們兩個都很喜歡吃韓國的食物 但是Track是很怕吃芝士 我們押了一個套餐 這是芝士、粟米 它馬上皺眉頭 我不客氣啦 我就是喜歡吃芝士的 可以吃底的 底的沒有黏到芝士 好香 它的粟米是炸過的 有一層炸衣在外面 這粟米就這樣吃也超好吃 加上芝士吃就鹹香味比較出一點 但應該挺柔軟的 如果要吃完 還有一個Dogboogie 它的碗很漂亮 我也很喜歡吃Dogboogie 但是對我來說也覺得太辣 我每次吃Dogboogie都是要配一大支東西 它有一陣 新辣麵味 它真的是新辣麵湯底 這個年糕挺好吃的 它真的有幾分公仔麵味 你看 好像在吃麵 我咬的時候 它有新辣麵的味道 突然走出來 很奇怪 不是說它不好吃的意思 只不過我沒吃過 麵糕湯底是新辣麵味的 通常會再辣一點 這個剛剛好 就算我都吃不到 炸雞內料 為什麼我們在新加坡吃新的韓國食物 都很喜歡 寒到的景高 上次我們也在Otcher吃過一間韓國食物 也是很好吃的 但是它是喜歡把碟子抬到景高 Dogwaymi 炸雞是有side fish配合 重點有醃蘿蔔 吃炸家一定不能沒有醃蘿蔔 因為通常炸雞吃得多都會很膩 吃一塊醃蘿蔔就會清爽 可以繼續吃 平時我在家裡有時候都會自己醃 我們點了一半半炸雞 但是兩個味道都不嫩 一個是原味 一個是sau sauce 嗯 好汁 有沒有看到肉汁 它的炸衣蠻特別 它不是平時炸雞的炸衣 它有時是天婦羅炸衣的感覺 好啊 它沒有骨 我喜歡吃sau sauce 阿Tcher喜歡吃這個原味 吃完飯我們慢慢散步來了 都那個看完圖 看到已經化了很多聖誕裝飾 今年聖誕都不知道去哪裡好 每次來Muji都一定要喝水 其實我們今晚還有一個行程 就是去喝東西 我前陣子看到單新聞 財政預算案說香港減酒稅 看到財政預算案 之後又想起新加坡喝酒真的很貴 所以我們兩個都不經常去喝酒 沒東西搞 但是又拍拖的時候 就要去試一些不同的酒吧 就是他們的酒吧 叫做Anna de Bar 在Bankoula 如果你是有很久之前 已經看過我的影片 就知道 我剛剛頭一個月來新加坡的時候 我們就是住在Bankoula 那時候Lazanda都還沒開 現在已經裝修好人在裏面工作了 時間過得真是快 這樣就兩年紀了 一間酒店就是這間酒店裡面 他這樣進去 超級引幣 他有一個photo booth可以拍照的 是那些P.O.S.K的字 我們剛才叫了東西 但是發現有Billaboo嗎 Billaboo的秘訣 不可以拋物 要彈張桌子 然後再彈過去 戰爭進入白熱化階段 喔 不計 不計 我讓你一杯我都可以喝 最後一杯 最後一杯 你輸了有什麼懲罰 先說明 我的輸了那個懲罰 現在每人都只剩一杯 為什麼最後一個特別難盡呢 為什麼這麼難的 玩完之後 我們一杯飲料也到了 YAY 我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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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贏了